公元1115年,金太祖完颜敏在金黑龙江省阿城南建国。金太宗完颜圣武时,在此建立都城,称惠宁府。 1158年,金海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,1161年,定为中都。1214年,金宣宗为蒙古所逼迁都汴京。1232年,蒙古军为汴京,金埃宗逃往蔡州。1234年,蒙古与南宋联军灭金,金字太祖称帝,传十帝,反120年。 建立金太的女尊族,原来居住在黑龙江流域,在古代文献上曾出现过宿慎的,宿慎的一名,作为这一代各族的范称。 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侄或女真,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,属于同一族系的各部落。 他们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,生活在辽阳,生活在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文化,被编入辽潮户籍,称为首女真,又称厄苏馆女真。 松花江以北,宁江以东的女真珠部落,保持本族的习俗和制度,被称为生女真。 生女真散居在山河之间,从事农业和狩猎。 用木板或划树皮,构筑房屋,向南开门,环视为土炕,炕下燃火,家人饮食起居都在炕上。 炉后续发,穿皮毛衣。 当时,生女真正处在父权制的士族部落时期,士族部落小者千户,大者数千户,各有首领。 他们向辽朝交纳贡品,并以马匹、皮毛等与辽人交换货物。 大约在辽兴宗时,活动在安出湖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落,发展为强大的部落。 联合白山部、耶眉部、统门部、耶揽部、土古伦部和辽朝称为五国部的普涅、铁利、月里堵、奥里米、布阿里等五部,组成部落联盟。 汉敏水浦查部、泰神推保水完颜部、绕门水温敌痕部、神淫水完颜部等相继加入了联盟。 完颜部长乌骨游为联盟长,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史称号。 又设有国相管理联盟事务,由完颜部的雅达承认。 辽道宗时,乌骨游死去,自荷里波居任联盟长,以帝泼拉书为国相,免去了雅达的职务。 雅达自横舍、散达等起而反抗,部落贵族间展开激烈的战斗。 泼拉书被横舍散达军战败,河里波与足弟慈布施击败横舍军,横舍散达帅步降。 以断铁持名的温都部部长乌吞曾与横舍等联兵反抗,也被完颜部欢都战败。 河里波与帝银哥又战胜活辣浑水的胡石列部,巩固了部落联盟。 辽道宗大安八年,河里波病死,泼拉书继任联盟长,命河里波长子乌亚树,次子阿古达等讨平胡石列部。 辽朝加给完颜敏及阿古达,降吻称号。 大安十年,泼拉书死,迎戈继任联盟长,以兄子萨改为国相。 这时,女真族的图丹部另组成十四部的联盟,乌古伦部也组成十四部联盟,普查部组成七部联盟。 三个联盟联合攻打完颜部为首的十二部联盟,展开激战。 银哥、萨改与完颜敏击败三联盟,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。 通告各部今后不得令组联盟称都部长,辽前统三年,银哥死,乌亚树继任。 天庆三年,乌亚树死,帝完颜敏继任联盟长,称都伯吉列。 次年六月,聊天座帝耶利元喜,加给完颜敏节度使称号。 女真族组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后,完颜敏即开始向外掳夺和扩张。 天庆四年九月,集合各部落兵八百人,向辽朝统治下的宁江州进攻。 十月,攻破宁江州城。 辽朝派出各族兵士大举反击,十一月,两军战于出河殿。 完颜敏领兵3700人迎战,获得大胜利,收降辽军各族兵士编入女真军。 女真军由此发展到一万人,乘胜攻占辽宾州、咸州。 女真社会中,原意出现由于犯罪或负战而沦为奴隶的现象。 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在逐渐形成。 完颜敏胜利进军,女真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掳获大批奴隶。 随着占领区的迅速扩展,又需要加强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统治。 女真族的士族部落制已不能再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。 完颜敏帝完颜圣,国相完颜撒改等拥戴完颜敏建立国家。 公元1115年下立正月元旦,完颜敏依访汉族制度,称皇帝,即金太祖,建国号大金,立国,立年号收国。 金太祖废除国相制,设立岸板伯吉列等辅佐国政。 由完颜圣,完颜撒改,完颜西部师和完颜谷充任。 女真军兵仍由蒙安谋克统领,收编的辽东强军,以辽制设都统或军帅。 又命完颜西银,一访辽汉文字,创制女真文字,天府二年颁布行用。 金朝建国后,继续攻打辽朝,收国元年九月,攻占黄龙府。 后大败辽天作帝统率的辽军,次年攻占辽东京辽阳府,改年号天府,此后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胜。 天府四年四月,攻占辽上京临皇府。 五年,金太祖命完颜搞,完颜狱,完颜宗汉与完颜宗干,等领大兵进攻。 六年,攻下辽中京大定府,西京大同府,辽天作地,逃入加山。 十二月,金太祖亲率大兵攻下辽南京西京府。 次年八月,金太祖自燕,掳获北返,中途病死。 金太祖死后,地岸板搏激烈,完颜圣,即位,即金太宗。 金太宗联合西夏,追击辽天作地,天会三年二月,擒天作地。 辽皇族耶律大石西迁,后在中亚见西辽。 天会三年十月,金太宗下诏进攻北宋,以完颜稿为都元帅,完颜宗汉为左副帅。 金太祖曾与宋朝定立海上之盟,约定南北出兵攻灭辽朝。 金兵破燕京后,掳户掠而去,燕京六州之地归属宋朝。 宋太宗命完颜宗汉,与完颜西尹等攻打太原。 太祖赐子完颜宗旺,领兵攻夺燕京。 十二月,宋燕京受将降金,完颜宗旺继续挥师,南下进攻北宋都城开封。 次年正月,宋亲宗戈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求和,金军北撤。 八月,金太宗再次进军。 宗汉攻下太原,宗望攻占真定。 润十一月,两军在开封城下会师,城破北宋王。 五年四月,金军俘虏北宋徽宗,亲宗二帝北反。 天会五年五月,宋宗市赵沟在宋南京应天府重建宋朝。 即宋高宗。 宋高宗放弃中原,逃往南宋,逃往江南,史称南宋。 金太宗派出重兵分路南下,逐步侵夺宋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西、京东各路大片土地。 七年至八年,完颜宗必军一度渡过大江,攻下临安,辱略而回。 金军烈北宋后,金烈宋祥臣张邦昌在开封称帝建国好处。 宋高宗称帝张邦宗一头一宋高宗。 天会八年九月,金朝右立刘豫为子皇帝,国好旗为金朝鼠邦。 都大明府,以后又迁都开封。 天会十三年,金太宗病死。 在此以前,以立太祖孙完颜旦为皇位继承人,加号案板伯吉列。 十三岁的完颜旦既皇位,既金西宗。 金灭辽河北宋后,占领地区又大为扩展。 居民中包括契丹、渤海和大批汉人。 为了巩固金朝统治,金西宗时适应新形式的要求, 对统治制度一再做了改革。 在朝廷中书,废除传统的案板伯吉列等辅政制。 依辽宋制度设太师、太父、太保称三师。 朝中设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,由领三省市、宗里政务。 下设早月左右丞相及左右成,即副相。 天会十五年,金西宗又废除蜀邦齐国。 在汴京社邢台尚书省,天眷元年又改燕京书名院为邢台尚书省。 两邢台尚书省负责对华北地区的统治,同年又进一步改定官制。 女真官员予以换官,即将原来的女真官职换寿为相应的汉称新职。 女真贵族实行封国制,封授某地国王称号,不诗既认识,形同勋诀。 又在尚书省设平章正事和参知正事,在左右成之下,以加强尚书省的权力。 金西宗又在惠宁府访汉制建造都城和宫殿,建号上京,制定百官朝建的礼仪和有关制度。 当年又颁布一种笔划简省的新文字,称为女真小字,以功行用。 金西宗时,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的纷争,完颜宗汉一派的势力不断受到削弱。 天会十五年,太师、领三圣氏完颜宗盘,以贪赃罪,逮捕完颜宗汉的亲信尚书,左成高庆义,庆义死于狱中,完颜宗汉抑郁而亡。 完颜西吟也被罢向。 天眷元年,完颜昌,完颜宗盘等坚持主张,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,以换取宋相金,称臣纳毕,并将汴金形台移至大明府,又移至齐州。 这时,金朝的统治仍以女真族的内地为中心。 二年,完颜西吟妇任左丞相,与完颜宗汉,完颜宗毕等合奏完颜宗盘私通宋朝。 狼军无始,谋反处死,也涉及完颜宗盘。 金西宗赵完颜宗汉,完颜西吟等逮捕完颜宗盘和完颜宗郡处死。 完颜宗干升任太师,完颜宗毕为都元帅。 三年,金西宗采宗干,宗毕义,再次出兵夺回陕西河南地。 金形台上书省又移至汴京,以燕京路直属中央上书省,从而撤销燕京形台上书省的建制。 完颜宗毕进军至淮南,路略而还。 完颜宗毕合奏完颜西吟曾惬意皇位继承,金西宗杀西吟。 黄统元年,即公元1141年,完颜宗毕领兵南下亲宋,南宋请和。 金宋亦定以淮水为界,宋向金纳必称臣。 这年完颜宗干病死。 完颜宗毕敬拜太父,仍为上书左丞相都元帅,并领形台上书室,掌握了军政大权。 七年,敬为太师领三省室都元帅,领形台上书室。 四年,病死。 完颜宗毕死后,西宗无力控育朝政,皇后培满是结纳朝臣干预政事, 帝后之间与贵族朝臣之间相互清养。 西宗一再杀逐大臣,朝政日益混乱。 黄统九年初,完颜宗干赐子完颜亮为都元帅。 三月拜太保领三省室,五月被竹竹朝领形台上书省室, 中途又赵环为平章政事。 十二月,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等杀西宗,完颜亮篡夺地位,改年号为天德,即金海陵王。 完颜亮即位后,杀完颜秉德等同谋者,又诛杀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。 以地完颜滚颜领三省室,不任宗室,又任用渤海人大佑张浩,汉人张通谷,西人肖玉等入尚书省执政。 海灵王削弱女真皇室贵族势力,组成多民族的集团,一共固其统治。 天德二年,废除汴京形台上书室,正令统一于朝廷。 正龙元年,又废除赋于上书省形同虚设的中书门下两省,由上书省专理政务,直属于皇帝。 金朝军事原统于都元帅府,设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等。 海灵王废都元帅府改议汉制设书密院,由书密使,副使,统军。 上书省与书密院成为政治和军事最高机构,形似北宋救治,但书密院仍由上书省截治。 海灵王改定的官制,成为此后金朝的定制。 完颜亮又命渤海人张浩在燕京营建都城,真元元年,自上京惠宁府迁都燕京,定为中都。 金太祖太宗的陵秦也自上京迁至中都附近的大房山。 海灵王统治共工后,随后随即策划进兵江南,消灭南宋。 正龙六年六月,海灵王至南京开封府,作为京都。 九月,海灵王亲自领兵南下,书密使完颜昂,上书左城胡施列良兵分任左右领军大都督。 公布上书苏宝恒同领水军由海盗向南宋都城临安进发。 刘厄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治,自蔡州发兵。 图丹和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治,自陕西凤墙发兵。 十月,完颜亮领兵渡淮攻入宋淮南路。 当完颜亮领兵南下时,山东、河北、河东等路的各族人民已相继举行起义。 西北陆契丹等族农牧民以萨巴以辣窝汉为首领兵反抗,规模颇大。 东京留守完颜庸出兵镇压。 十月,随从海灵王南下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,率领辽东征调的兵士万余人,返回辽阳举行政变,拥立完颜庸为帝,即金世宗。 金世宗下诏废除海灵王。 十月,苏宝恒水军在郊西县附近海面,被宋海军歼灭。 十一月,完颜亮亲率军杜军受挫,在扬州被捕下,耶利元仪杀死。 金海灵王死后,书密使完颜昂入朝金世宗完颜庸,被认为督元帅。 上书令张浩自南京开封府上,上表赫世宗市,即位仍被命为上书令。 苏宝恒耶利元仪也都受命去镇压人民起义。 金世宗继续任用海灵王的文武官员,在混乱中顺利稳定了政局。 这时,契丹农牧民起义仍在迅速发展,起义领袖伊拉沃汉沙拉巴,在大定元年自称皇帝,见年号天正,转战临皇府一带,攻破泰州。 此前,转攻冀州,进军山西。 金世宗任命普散忠义,领重兵镇压,伊拉沃汉兵败,北走沙陀。 9月,被部下秦宋中都处死。 金军击败宋军,重新夺取陕西地区,又于大定三年,在宿州福利县,击败南宋北上进攻的军兵。 此年,与南宋定立合议,双方各守旧将,宋对金不再称帝,改称直皇帝。 宋对金不再称臣,改称直皇帝。 合议后,两国维持四十年休战状态,宋朝稳定了南方边陲。 金世宗仍定都中都,继续实行海陵王制定的各项制度,只是尚书省又恢复被海陵王罢费的平章正事官。 宋金再次合议后,金世宗又将元帅府改为疏密院,作为和平时期管理军政的最高机构。 金世宗在任用海陵王朝女真官员的同时,也继承海陵王的政策,大批任用非皇室的女真人和汉人,契丹人,博害人参与执政。 女真贵族兼长期以来的纷争至世宗时逐渐结束,史称金世宗为小姚舜,因为在他统治二。 三十年间,对外不再发动战争,统治集团内部也渐取稳定。 金太宗以来,女真名户继不断南迁到汉地,海陵王迁都中都后,上京一带的女真人大批南下分布于燕山以南,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。 女真猛安谋客户散处在汉人村落之间,多把田地出租汉人店户耕种,成为封建地主,并逐渐接受汉族文化,通用汉族语言。 女真贵族也多以习用汉语、汉文,通晓女真语者日益欺赏。 金世宗即位前,即学习汉文化,即位后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经史和诗文,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风习和本族文化,大力推行民族压迫。 大定二十四年五月,金世宗率领皇室子弟和文武从关去上京,召集女真族故老演习女真歌舞,并亲自以女真语歌唱祖先创业的艰难。 四年,皇孙完颜麻达戈封元王,用女真语谢恩,世宗大喜。 二十六年,侧名景拜上书又丞相,立为皇太孙。 二十八年,世宗病死,完颜景即帝位,即金章宗。 金章宗完颜景已能与真语得到世宗赞赏,但他即位后却积极,积极地学习和倡导汉文化。 张宗本人擅长汉字书法,又大量收藏历代绘画图书,是金朝历代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。 在张宗倡导下,女真贵族沿袭汉文化成为风气。 张宗正式下令,鼓励女真屯田,护与汉族通婚,加缩了民族间的融合。 稳安谋客户出租田地,坐享,坐视享乐,上午之风逐渐消失,作战能力日益削弱。 在张宗统治二十年间,北方和南方又都爆发了战争。 北边的达达和蒙古河底金,山指昆等部,一再起兵反抗宋朝,金朝控制。 金右丞相完颜乡连年出兵,攻打北边各族,在北边修筑长达千余里的倩侯,以防游牧起兵南下。 林黄府路的契丹人和被统治的各族百姓也相继起兵,威胁着金朝在边疆的统治。 太和六年四月,南宋宁宗、韩托昼发动了对金朝的进攻。 五月,宋宁宗下诏北征,各路宋军相继失败,金军成胜分路南下,攻占宋京西、淮南部分地区,南宋兵败求和。 金右副元帅普散魁,都元帅完颜宗浩等相继死于军中。 太和八年,宋金双方重新定立合约。 金朝在这次作战中也损失惨重,金章宗也于当年病死。 金世宗第七子完颜允济即位,即魏少王。 在战乱平仍的年代,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五年,黄河三次绝口泛滥成灾,黄河两岸农村遭到严重破坏。 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被迫逃亡。 金朝是赋税收入急剧减少,对外作战的军费却与日俱增。 财政入不敷出,大量发行止币,又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。 当金朝矛盾重重的年代,北边的蒙古族兴起,开始了灭金的过程。 公元一二零六年,蒙古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,占据墨北。 大安二年二月,开始南清金朝。 金魏少王命平章正式,独籍私中领兵抵御,在乌沙堡战败退兵。 七月,蒙古军攻占乌越营,进而攻入釜州。 八月,魏少王霸独古斯恩,私中,命参之正式完颜成玉,领大兵巨野狐岭,又大败于蒙古军,退守宣德州,宣平县。 成吉思汗领兵追击,在惠河堡大败金军,完颜成玉逃往归德。 蒙古的另一路大军,由西路占领金靖州,进攻西京大同土,金首将胡施列之中,弃城逃跑。 十月,蒙古由哲别率领的先锋军直抵中都,九宫不下,十二月撤军。 重庆元年,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,略昌州、环州、釜州,再攻金西京。 金西京留守抹然尽忠坚守,蒙古军退回。 又攻金东京辽阳府,掳掠而去。 真右元年秋,成吉思汗次阴山禁军,经宣德州至淮来,大败金完颜刚军。 成盛进攻居庸关,威胁中都。 蒙古军兵分三路攻略黄河以北的山东、河东、河北路州县,直抵登州、莱州海滨。 二年春,掳掠大批财务后,又返回居庸关一带,围攻中都。 金军败退,朝中混乱,驻守中都城北的幼副元帅,胡适列直中在真右元年八月杀魏少王允记,盈利金氏宗孙完颜巡集地位,即金千宗。 九月,宣宗前世向蒙古军求和,次年三月,中都被围。 宣宗献纳人口财务并将魏少王女齐国公主上线给成吉思汗,成吉思汗允和退军。 蒙古军退后,金宣宗声恐蒙军再来,朝廷不保,五月间率领皇室,载运宫中珍宝,逃离中都。 先都南京开封府,刘尚书,丞相完颜承徽,刘守中都。 宣宗南迁后,驻守中都以南的金军起兵反金,前十云,蒙古联络。 成吉思汗随即派兵南下,成右三年五月,攻占中都,完颜承徽自杀。 在蒙古军进攻面前,金王朝日益暴露了他的腐朽和虚弱。 山东河北地区的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,各地起义军身穿红袄坐标志,被称为红袄军。 少者数万人,多者至数十万。 起义军领袖有异都杨安尔,维州立权,密州方郭三,泰安州刘二祖,霍夷,免州浩定等。 金宣宗派遣官军进行镇压,起义浪潮依然不可遏制。 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豪强,在蒙古军不断侵扰金军败队的形势下,也纷纷组织地主武装,具地自保。 甄幼四年,蒙古三木和拔都军经西夏禁军官禅,十一月抵南京。 须顶领兵援南京,蒙古军退去。 这年,成吉思汗已返回蒙古草原。 清定元年,成吉思汗的封穆华历为太师、佛王,命专统大军攻南朝。 清定二年,穆华历军攻下太原平阳府威胁南京。 面对蒙古的威胁,金朝以尚书又丞相,束虎高旗为首的官员,主张南下侵略南宋,扩大疆土。 清定元年四月,金兵开始南侵,驱顶反对出兵,束虎高旗不理。 金兵分路进攻,遭宋军反击。 次年十二月,金宣宗命疏密使,普散安真,俯太子完颜首续,大举南侵,双方战事又绵延十余年。 金兵亲宋,原来起兵抗金的洪傲军等人民起义军,纷纷投赴南宋,与宋军联合抗金。 清定二年,金兵禁制采石,威胁建康府。 抗金义军分道出击,金兵败退。 金军亲宋连遭失败,朝臣纷纷上奏,弹劾束虎高旗。 十二月,束虎高旗被村宗处死。 清定四年,西夏与南宋相约联合攻打金朝。 八月,下兵万人攻破金会州。 九月,攻金拱州,与宋军会师。 金行元帅俯士,赤斩和喜,攻守拱州,下兵败退。 五年,先宗又命普三安真,领兵南下亲宋,进至冀州、黄州。 俘虏南宋宗室和臣民七十余人,献服南京。 金宣宗斩普三安真。 穆华黎统帅的蒙古军在数年之内,攻取金辽东、辽西、山东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大片土地。 元光元年,穆华黎率领的蒙古大军攻打奉祥府不下。 二年春,穆华黎退军,在文喜病死。 金元帅、幼都监侯小叔于当年正月收服河中府。 蒙古大军再度河中府,侯小叔战死。 十二月,金宣宗病死。 金宣宗死后,太子完颜首续及地位,即埃宗。 金埃宗停止南县的亲宋战争,集中兵力抵抗蒙古。 正大三年至四年秋,金兵禁军河东连续收复江州、平阳、太原府。 正大四年,成吉三安军又占领德顺州攻破林桃府等地。 六月,灭西夏,金埃宗前使向蒙古求和被拒绝。 七月,蒙古军进攻奉祥府和经兆府关中大阵。 这时,成吉三病死,延缓了金朝的灭亡日程。 正大五年,陕西蒙古军经靖州进入大昌原。 金平章完颜和达命中校军提控完颜成和尚击败蒙古军取得重大胜利。 正大六年,蒙古倭阔台及韩卫,继续出兵亲近。 攻庆阳府不下,四年攻破戴州十州,在魏州被完颜成和尚击退。 正大八年二月,蒙古军攻破凤祥府。 九月,蒙古军分三路。 沃阔台亲率中军攻河中府,转攻河南府。 汉陈纳言率左军进攻济南府, 成吉三右子拖雷率右军自凤祥府过宝基。 沿汉水而下,穿行送进驱军州, 企图转攻南京,一举灭境。 沃阔台攻下河中府,脱雷进军邓州。 哀宗赵书密副使完颜何达, 与副使以普阿自普,同关东移兵邓州。 脱雷部蒙古军布满四万人, 与一部分自窝阔台派来的军兵会合, 进至宇山。 天兴元年正月, 完颜何达与伊拉普阿率骑兵两万, 步兵十三万, 自邓州进军宜州, 至三丰山遭到蒙古大军袭击, 金军全部溃败, 完颜何达败死, 伊拉普阿完颜成和尚等被俘处处死。 金州三丰山之战, 金军主力全部溃灭, 决定了金朝的灭亡。 蒙古军乘胜进为南京开封府城内空虚, 军民制造名为镇天雷的大火炮反击, 击战十六昼夜。 金埃宗求和, 蒙古军暂退。 这时, 南京粮食断绝, 援兵不治。 十二月, 埃宗率群臣自南京逃往汝州, 中途改道逃往归得府。 天兴二年正月, 南京首将崔丽祥响哄, 六月, 埃宗又自归得府逃往蔡州。 蒙古连宋加攻金朝, 十一月, 宋孟拱率兵两万只蔡州。 十二月, 蒙古军攻破蔡州外城, 蔡州被蒙古军及宋军围困三月。 天兴三年正月, 埃宗将地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, 自一而死。 蒙古军入城杀金墨帝完颜成林, 金王。 蒙古军围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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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